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两颗心却那么不同 抱在一起做不了同一个梦 爱恨来去像一阵风 以为伸出手可以相容 两颗心却那么惶恐 刚彼此都伤得那么重 还有什么残留心中 以为握紧我的手不会松 两颗心却那么不同 抱在一起做不了同一个梦 爱恨来去像一阵风 以为伸出手可以相容 两颗心却那么惶恐 当彼此都伤得那么重 还有什么残留心中 真的不好意思啊 叫你的家人 不是啊 房东而已 你是外地来的吧 你为什么不住在学校啊 学校里边有女生宿舍的 哦哦哦 我知道了 一定是你爹妈心疼你 不让你住在学校对不对 历天此时完全不知道 永芳心里的纠葛 他们只有一面之缘 可在心里历天的分量和位置 已然成为一种精神的追求 其实我觉得吧 住在学校挺好的 我不是大学生 我真的不是 对不起 我骗了你 我不是什么大学生 也没读过什么书 不只是一个歌女 在大世界著唱 我不用交报告 也没有寒暑假 我唱的都是那些流行歌曲 迷迷之音 好春宵 夜上海 想亲亲 不是我爱唱的 也不是我强颜欢笑 是因为 我必须得生存 就算我不喜欢 我唱得开心就会有红包 这就是我 我教你唱英文的生日快乐 说不定这样会有更大的红包 那来 你会跟着我 你这么开心 不然我还不说 你这才怎么看 你才没有 你不认为你 你只能带着我的天 你还要多张人 你也要多大 fuse 没关系啊 一会儿就学会了 小江 开始了 一 二 起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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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江 跟我们来一个 节奏稍微快点的吧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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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这个送给你 快过来啊 快过来啊 还有什么灶啊 你是不是常辈女孩子 第一次 我不信 真的是第一次 以前从来都没背过 有几个女孩子像你这么野的 还能把自己给扭伤了 那 你是不是认识很多女孩啊 对啊 学校里有很多女同学 那 她们喜欢你吗 有喜欢你的吗 你放我下来 你的腿 你放我下来 你干什么呀 我背你回去吧 那我给你叫辆黄包车 黄包车 来来来 快 停这儿停这儿 慢点啊 师父 去扶舟路 慢点啊 好啊 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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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刚那女的是谁啊 同学啊 别胡扯啊 别胡扯啊 女同学除了家里有车的 就是骑自行车搭电车的 哪有座黄包车的 说 到底是谁 朋友 什么朋友 普通朋友呗 我告诉你啊 你老实点 端宁不错啊 哥知道 老段长你没面子 忍一忍 将来她闺女嫁给你了 那还不知道是谁看谁的脸色的 我又不会给她脸色看 分到了那个时候 彼此尊重也就是了 对了 你最近忙什么呢 没忙什么 就是跟几个同学组了师舍读书会什么的 那就好 不过我要提醒你 有两件事你千万不能干 一 抗日的事情你千万别掺和 有多远多多远 二 除了断宁 别的女人你不准碰 其他呢 你爱干吗干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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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帅哥 帅哥快 咱这门口干什么呢 这不是大哥您响应的一碗饭运动啊 谢谢啊 现在大伙排队拿着餐券要吃饭呢 这么多人响应啊 你不提我倒给忘了 看见了吧 咱们中国啊还是有希望的一个 那是大哥您带头发起的呀 你说什么呢 不是我带头发起的 我也就是凑凑热闹 这热闹可不便宜啊 咱荣记可是舍着本在做的 行了行了 我知道你是银算盘 是啊 是舍着本做的 一天到晚都这样大排长龙的大哥 走了走了 物馅 啊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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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他惯了 太好了 好巧啊 謝謝啊 還學會了新招 唱洋文呢 改名啊 鎖青春日文歌吧 賺日本人的錢 行啊 他們要過生日的 趙小姐 我看誰敢說我 有人找 謝謝啊 準備一下啊 馬上要上場了 我幫你倒了 謝謝 真漂亮 是你少說得意境嗎 人家可拽了 背後有人撐腰嗎 誰啊 段先生 不 是唐先生 這段爺六爺全讓他搞定 你來幹什麼 我來 我來驗收你的英文啊 行嗎 真的啊 不是有客人給你紅包了嗎 好吧 這紅包也有你的份 所以我請你吃夜香 就當是我交學費了 這不好吧 別拒絕嘛 真的不跟我吃啊 吃 我的意思是讓你慢點走 腳還沒好的 你慢點 我等你 來 吃吃吃 人都在前台聽我唱歌了 幹嘛不直接去化妝間找我啊 你是不是怕斷言啊 我聽說了 他在大世界中你發脾氣了 為什麼 他不准你進去啊 他認為我是個學生 認為那種地方學生不易 也對啊 但我不是為了他 我為了我哥 六爺 對啊 他也姓唐 他是你哥 他是我在這個世上 唯一的親人了 他也不希望我去大世界 確實不好 這個場所裡沒有真心 我 我不是這個意思 你哥說得對 來 吃 吃啊 斷言在不在 六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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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爺看看我們不行嗎 哎呀 你又不姓趙 六爺看你幹嘛呀 跟姓不姓趙也沒關係 是 誰說沒關係 就是啊 沒關係 你們笑什麼呢 六爺胆真大 敢跟段先生搶人呢 我要是趙永芳啊 我也要六爺 是 趙永芳 你哥對你真好 像個父親 一手將我拉扯大 他做那些違法買賣也是為了我 他只希望我出人頭地 光宗耀祖 那你就更不能讓他失望啊 我不會的 在這個世上 我最在乎的就是他了 那你喜歡的那個女孩兒 你哥也贊成嗎 我說你還是騎吧 這樣快一點 我就是不想快點嘛 雖然知道自己和他之間 不可能有未來 但在那一瞬間 魯豐覺得整個世界都亮了 他希望他們就這樣 永遠走下去 來 慢點 對了 回去啊記得熱服 這樣好得快 可我就是不想好啊 我有必須要結婚的人 不就是 相互陪著走一段嗎 可這樣對你不公平 我的感受我知道就好了 你若真心 就像我們今天這樣 走慢一些 我就已經很開心了 哪怕只是走一段 好 我弟弟給你添麻煩了 我回去就收拾他 那謝謝了 不客氣 說 趕忙大家 不客氣 我告訴你 打架歸你哥管 你要是看見誰不順眼 回家說一聲就行了 千萬不要自己動手 明白嗎 那打贏了還是打輸了 他們有七個人 你得罪了這麼多人啊 說 啥事兒 還不說啊 跟你哥還保密呢 說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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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脾氣還不小呢 他們說你是流氓 是啊 我是流氓 你哥是流氓 你要是為這事 被別人打死了 那才不值呢 知道嗎 他們還說 我就還打 我哥是流氓 只有我能說 其他人 誰說我打誰 是不是你哥是流氓 讓你覺得很丟人啊 我不覺得你丟人 我就是不樂意 他們拿我哥說上 他們一提起流氓 心態不好 我是利天哪 那既然是流氓 那別人還讚美他 歌頌他 弟弟 好好念書 為你哥爭口氣 為唐家爭口氣明白嗎 你老爺 你老爺 就沒得過 跟他想去 老爺 你 叫我 那老爺 是否不知 不董事 老爺 你早就有事 他不让我走 我也走 那你要去哪儿啊 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我就不信这上海就没有地方去了 姨妈要离开上海了 离开上海 全上海都是你爸爸的势力 留在上海还有什么意义啊 姨妈 你是不是心里也很讨厌我爸 你是不是忍无可忍了 我忍无可忍了 我是个失败的人呐 你失败 你这样还叫失败啊 我身边留不住人呐 只有大哥不要谁 谁不想跟大哥你呀 你说你 你也留不住人 没本事 我压根就没想过 我要留住谁 我只想跟着大哥 我倒是觉得我挺有本事的 至少大哥你还认我这个兄弟啊 臭蛋 人家说当年 我妈就是被我爸害死的 瞎说 谁说的 听谁说的 不是吗 当然不是了 你爸对你妈不知有多好呢 我不许你这种态度啊 你爸爸他对外人是狠了点 可是对自己人对家里人 掏心掏肺的好啊 姨妈 那你干嘛要走吗 好好洗洗真舒服 来来来 抽杯了啊 来 你说啊 你说啊 这当时在上海呢 没有几个人能穿得上皮鞋 你玉莹姐有一双 就得给她买一双 这小裁放到家里来 两体裁衣做旗袍 同样的款式 同样的花色 你玉莹姐有一件 就得给她做一件 从来不让她捡你玉莹姐剩下的 你说这家里头让谁受了委屈 也没让她受了委屈 是啊 这谁都知道 大屋里是玉莹姐说了算的 不是还有那个 那个火烧红莲寺 我陪着她看了五次了 我在西院里看得我直打呼噜 那我这也没说二话呀 是时候了 该走了 什么是时候了 是什么时候了 现在就是时候了 现在 宁宁 你长大了 不用我步步跟在后面了 而且你都要嫁人了 我嫁人了姨妈 你就不管我了吗 有历天哪 那 那这个家怎么办 我爸怎么办 你不管他了 你爸不愁没人管 谁也管不了他 这些年 他身边也没缺过人了 可那都是什么事 这些什么人呢 一点都不正经 这个家要不是有姨妈你在 可能早就 早就 进不来的 你爸不会让别的女人 进到大屋来 有我没我都一样的 谁也进不来 谁也进不到她的心里 大哥 你别跟着了 回大屋去 我回大屋 那大哥你呢 出去透透气 行 我陪你去 那你回大屋呢 不是 大哥为什么不让我跟着 你忘了上回就是我没跟着 所以你才 大白天就不会出事的 那不行啊 我不在 老六也不在 不行 让你回大屋啊 是让你帮着 帮着我看着玉珍 你看看玉珍姐 大哥不行哪 绝对不行 求你那点出息 连个女人都看不住你 大哥 不是 玉珍姐呀 大哥 这连你都看不住 我 我看不住 不是 不是没抬车下吗 你去看着她 好在中间有我 有我他们一块趟见牌吧 这能行吗 能行 什么事都往我身上推 我去这儿呢 大哥 你该不是为了防着我 不让我跟着吧 你说你什么时候断打呀你 赶紧去 阿仲 机灵点啊 放心吧 四眼 这就是怕你犀利 真的就很坚强 非常枪手 非常管用 我是中国人 我对中医呢 还是有点了解 对西医是一窍不动 但是我知道 在上海 所有的西药 几乎全都掌握在 你们犹太人的手中 怕你吸脸这药 我们也弄不到 段先生 我不敢瞒你 黑市里有 但是非常贵 价格不是问题 我很想知道 通过什么渠道 能够搞到这个潘尼西林 潘尼西林的大潘 握在日本人的手里 之前欧洲人用在战场上 而日本人把潘尼西林 用在他们的实验室里 实验室 是的 日本人在你们中国有许多的 毒气 还有细菌武器实验室 为了防范他们自己人 在实验过程中受伤波及 所以他们使用潘尼西林 并且军部队这种药物的数量 控制得很严格 那他 他们的命就是命 我们的命就不是命 可事实就是这个 也就是说在上海 如果想搞到潘尼西林 只能通过日本人 肯定是日本人 而且不是关系非常好的话 是弄不到的 大哥 您来了 六儿呢 丽萍 大哥看你来了 他睡着了 大哥 丽萍 别吵他了 你忙你的去吧 那大哥 要不今天留在家里吃饭吧 好啊 那给我俩传点小菜 行 肯定是日本人 而且不是关系非常好的话 是弄不到的 而是弦比的 是弦是弦是弦 의尽的 是弦是弦之弦的 我现在都没有浊 ответ 你能不能分析 你怎么没分析 还是弦是弦的 晨在弦这大尽力 他老了 只有人老了才多疑 才害怕 才防范 大哥 你怎么来了 醒了 来 坐 玉珍姐 老四 你别为难我 玉珍姐 我哪敢啊 是您别为难我 玉珍姐 四叔 你不能走啊 放开我 玉珍姐 你放开我 玉珍姐 老四 你能不能别管我呀 我哪敢啊 玉珍姐 是大哥交代的 大哥说如果他回大屋 见不到你 他要我好看啊 你少来这套了 我要想走 谁拦得住啊 就是 把箱子给我 给我 玉珍姐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我真搞不懂 为什么你非走不可呢 这不是你的家吗 大哥他真的啥事都听你的 他真的把你当作 自己的亲妹妹看待呀 玉珍姐 玉珍姐 放开我 放手 玉珍姐 这事啊 我已经说过他了 下次他要是再跟你横 我抽他 跟我横不横都没关系 我这后皮老脸的 这最主要的是 他应该给宁宁露点面子 洪洪他总是可以的吧 我懂 回头我就说他 对了 大哥 你为什么特意为这事跑一趟 原来我是想让玉珍 过来处理此事的 就是嘛 这家里的事 那为什么 甭提了 全都赶在一块去了 现在啊 正到了要离开大屋呢 那为什么呀 我要知道就好了 我真是搞不明白啊 大哥 您饿了吧 饭都做好了 这么快啊 这个立天回来吃饭吗 你就跟我一块去吧 不去 为什么不去啊 挺有意思的 我又听不懂 这有什么听不懂的 我们又不是说的外国话 你们那么有学问 对我来说就是外国话 其实我们在一起 没有谈那么多的大道理 就是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 在一块儿聊聊理想 谈谈抱负 唐历天 你知道 我们永远都走不到一条道上 为什么 我们都是年轻人啊 不一样 你们的理想抱负那么伟大 我有什么理想抱负呢 我的心愿很卑微 就是想着 怎么能够在上海活下来 怎么能在大世界把歌唱好 又不被太多人注意到 我希望房东不要把我赶出去 我希望每天晚上回家的时候 我的灶头还是热的 还能有热水喝 今年冬天我要买两个洋炉 如果买不起两个的话 至少也要买一个给外婆烧回去 我还希望 我随时都买得起凯斯林的蛋糕 我就这么点儿出息 我的愿望是不是很卑微啊 这一点也不卑微 赵永芳 你的想法就是全中国人的想法 吃饱春暖 生活过得好一点 这用不着自卑啊 是吗 那好吧 如果你不想去的话 我也不勉强你 但是我希望有一天 你可以跟我一块儿去 读书会议 其实我们都忽略 历天不是孩子了 他长大了 再大他得喊我哥 他得听我的 他喊你哥那是天经地义 但他心里也会有自己的主张啊 他敢 他必须听我的 我希望啊 历天跟宁宁的婚姻 是他真心诚意的 那看他人 他们俩从小就好吗 你要知道 我就宁宁这么一个闺女 我要给他 找不到好的归宿 我死了 都不敢见他妈呀 历天这孩子 是我从小看他的 这孩子我放心 再说了 咱俩是什么关系啊 我相信你跟伊云 不会亏待他的 放心吧大哥 二宇我炸了这么多年 这道道啊 我是越跑越腻歪了 真想停下来 不跑了 你舍得这份热闹吗 巴不得清静呢 那就退吧 可退了之后 这位子你想交给谁呢 当然要交给我最亲近的人 交给我最 我最相信的人 好 来了来了 喂 是啊是啊 大哥在这儿呢 连人都看不住 追着一群废 这跟四叔无关 四叔拦不住他 我也不想拦 我都想跟着姨妈走呢 是他 闭嘴 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你自己的麻烦还不知道怎么处理呢 我 我是替姨妈抱不平 屁话 什么不平啊 我看你们是锦衣玉食的日子过腻歪了 你就不想想姨妈为什么走 不用想 吃饱撑的 他是不想再过这种日子了 什么日子 什么日子 让他过不下去了 生意上的事 带到家里来了吗 外面逗来逗去 逗到家里来了没有啊 我知道你们不喜欢 不让你们接触 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 你们连我都不愿意看见 我段少荣有这么不堪吗 就算再不堪 我也是你爹 也是他姐夫 姨妈 他真是眼不激眼心不凡 躲还不行啊 别躲 走了最好 我 我从来没认为自己是个高尚的人 现在想高尚也来不及了 但是我一直在努力 让你们过着干干净净 漂漂亮亮的日子 段娘 你爹有多黑 你就有多白 外面有多凶险 这大屋里就有多平静 你们的安乐 是我的凶响换来的 既然你们不知道西服 随便吧 爸 我没嫌弃你 你们凭什么嫌弃我 我何至于要感激你们的这份不嫌弃 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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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像只老郭一样护着我的褚 可到头来没想到 他却嫌我黑 大哥你别这么想 他们是女人 女人跟男人不一样 本来就比较胆小嘛 想来想去啊 陪我一直走到老的 也就是你们兄弟几个了 我不是个东西啊 大哥您有话就说别憋着 我一直怀疑六啊 我不准你怀疑他 我居然自己怀疑他 这会儿听起来你好像已经释怀了 就证明老六他是清白的 他必须清白 不能怀疑他 这老六是做了什么事 让大哥犯疑了 我说柳 怎么没把他留下活口呢 留下活口也好好盘盘他的底啊 这条刀啊 我是越跑越腻歪了 真想停下来 不跑了 当然要交给我最亲近的你 我希望啊 立天跟宁宁的婚姻 是他真心诚意 赵永芳 就是因为朕派你心里 我怀疑六跟日本人有瓜葛 没错 确实是可以 大哥如果你要打我就打我吧 就是你打我我也得说啊 他是咱兄弟啊 兄弟可疑啊 我真是不应该告诉你我 其实我要早点告诉大哥 你有啥事没跟我说 那晚夜袭的事情 很可能跟老六有关 他干掉那个小混混的目的 就是为了要灭口 你有证据 直接的证据是没有 但是有很多的疑点都指向他 胖子 小刀 老铁那帮人 他们为了怕我们报复 连他们都在查 他们不是作假 他们是真在查 他们完全不清楚对方的来历 那也不能证明 是六在幕后主事吧 为什么大哥你每次出事的时候 我都不在 有谁还能这么清楚大哥你的行程 为什么要干掉那个小混混 追过去不就完了吗 对个活口来问个清楚 为什么他要杀人呢 六一直贴身在我身边 他想动手可有的是机会啊 大哥 有我在啊 他没份啊 他干掉我对他有什么好处啊 轮得到他吗 大哥 我算什么 您在的时候谈我一声四哥 您不在的时候我算老几啊 他下一个就准备干掉我了 你就在这儿给我挑吧你 王八蛋你 大哥 我要想挑事的话 我不会拖到现在才告诉你 你要不告诉我 你想咋办 等我查清楚 如果真的是他 不知的 你要是让他日本人 你叫他警察 过来 他必须是一般人 然后叫自己军事 那如果 wit串事 这次去找那个事 太厉害了 你这狗屁 我是怕被牵累的人吗 那是兄弟啊 不能下这狠手 从现在开始 要是老六有什么查尺的话 我马上拿你试问 要如果真的是我 那一定是老六他暴露了 可你自个儿心里头有个书 快乐 坐好了 哥 哥最近回家挺早的 是你回来晚了 来 帮我把酒买上 大事件好玩吗 我就是去找找见识 见识够了吗 接着就要赶时髦 捧歌女了 哥 有话你就直说 老他找过我了 他是对的 酒色才奇 烟斗坑片 这一方面见识你不用找 绑断不准 我也不准 我还告诉你 除了断宁 别的女人你不准跑 有多远走多远 可是 没有可是 我现在不是在跟你商量 我是在告诉你 你必须听着 可我不想一辈子 只乖乖地听话 不想 不想 今天要不你毙了我 要不我毙了你 我们两个人 只能一个人有一辈子 哥你喝多了 你给我站住 唐历天我告诉你 我把你拉扯到 让你去念书 不是为了让你去歌舞厅 长见识的 哥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你哥有脑子 我不像金算盘那样 不但自己陷进泥堆里 一辈子上不了岸 还纯到把自己亲兄弟 拉下水 最后落个横死的下沉 不是 哥 没有你说得这么严重吧 你抖个屁 老段说得对 这事一开始就停不了 酒 好喝吧 哥 好听吧 这舞女要多风骚有多风骚 然后接着毒接着毒 你接下来这辈子就毁了 你知道吗 你对你弟弟就真没有信心是吗 这圈子我太明白了 你哥是干吗的 上海滩那些硝金窟十人洞 谁挖的 难道我会自己挖洞 让我亲兄弟往里跳啊 你为什么就不给我安分一点 你以为我不知道 老段那个什么一碗饭运动 是你出的松主意啊 这是对的事 不劳你费心 是中国人就应该有这份心 做好你该做的事情 行 哥那你告诉我 什么是我该做的事情 安分手机 一辈子乖乖听话 一辈子跟段宁躲在威势里面 我已经给你安排好了 我不想你给我安排 我不想一辈子都乖乖听话 我不想一辈子让你摆布 那你别活了 你知道我要多羡慕你 多以你为容吗 每年过年祭祖的时候 我都是捧着你的成绩丹 像爸妈那排位磕图的 那不只是你的成绩丹 也是我的 我再怎么威风 都只是段少龙身边的影子黑的 只有你是我的光 是我们康家的光 怎么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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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吗 花天酒地 开心得很 你也不惭愧啊 我干嘛要惭愧啊 下回我还去呢 唐立天 你纯心气我啊 是你让我实话实说的 我说的都是实话啊 你 你怎么那么腐败那么堕落呢 你不是会替我祷告吗 你 大小姐 家里的花销账策 你得看一下 不用了 还有 租出去的小洋楼到期了 租领合同也得改 照旧吧 这不太妥吧 那你能不能不要烦我了 那这事儿 你不要再烦我了 老周 好 来 我来看看 下去吧 小姐 蛋糕 什么口味的 巧克力的 谁买的 我买的 是凯斯令的 你最爱吃的蛋糕 我喜欢吃的是奶油口味的 不是巧克力口味的 我随时都买得起凯斯令的蛋糕 真是的 怎么姨妈不在了 这么点小事都做不好 不就是块蛋糕吗 不就是块蛋糕吗 你至于吗 你凶我 你要不要走出大屋去看一眼 你才懂得什么叫西服 这里轮不到你来教训我 早就该有人教训你了 一块蛋糕不喝口味了 你就要发脾气 你知不知道外面有多少人 这辈子都不知道蛋糕是什么滋味 吃了它 拿下去 吃了它 我不要 如果天堂里面都是你这种人的话 那你自己去吧 有多少寂寞 有多少寂寞 苦苦的煎熬 火花不要 蝴蝶像桃 一心只想 索取你的好 摇啊摇 摇啊摇 呼呼 呼呼 末呼 呼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